镜头特写一个13岁左右的男孩小智凯的眼睛 她透过窗户向外窥视着 育幼院里 二十几岁的朵拉依偎在一个中年男人的肩头 经过智凯偷窥的窗户前 小智凯跟到一个房间门外 透过朦胧的玻璃 隐约看见屋里 朵拉搂住男人的肩 两人紧抱在一起抚摸彼此的肩膀 突然朵拉抬头 似乎盯着偷看的小智凯 小智凯慌张蹲下躲在墙边 她跌坐在地上 就着昏暗的光线翻开记事本 用笔快速写了起来 画面特写一个转动中的旋转木马音乐盒 然后再跌上了像档案资料的微缩透明片 字幕Dreammaker AR盗梦事件 慢动作的影像 警探荣格和几个警察 进入一个客厅大小的办公室 室内摆着电脑桌椅 和一个造型像高背椅的机器 上班族打扮的朵拉 摊坐在机器里 荣格叫她 朵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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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朵拉没有反应 朵拉 医护人 打担架 荣格伸手试探朵拉鼻息 朵拉 医护人员进门查看 屋里不时亮起搜正拍照的闪光灯 镜头特写担架上的朵拉 她戴着黑框眼镜 穿着领口打了断带蝴蝶结的白衬衫 脸上神情像睡着一样安详 警察局的侦询是 镜头特写成年志凯的脸 强光让她脸上有明显的阴影 我杀过人 她两眼空洞地看着镜头 这是我跟她相遇的原因 画面切换 镜头特写志凯的瞳孔亮起紫色光圈 广告里 朵拉销售DreamMaker DreamMaker为你打造最完美的梦境 我们呢 引用了AR的最新科技 知道喽 只要你戴上DreamMaker的隐形眼镜 你可以搜寻你的梦中情人 或是心里的偶像 摆脱咱男生活 梦就像真的一样 广告里展示了闪烁着紫色光圈的隐形眼镜 以及打扮精致的朵拉写真画面 夜晚 马路上 镜头特写一个戴君帽的年轻男人 他空洞的双眼突然亮起紫色光圈 男人从背包掏出手掌大的短刀 挥向前方一个上班族打扮的女人 画面溅上了鲜血 君帽男人又砍向路上另一个女人 他脸上的肌肉紧绷 表情猙獰 不断挥刀刺向受害者 马路上 警方拉起刑案封锁线 躺卧地上的被害者身边 放着证物号码牌 电视快报里标题是 无差别杀人事件 嫌犯当场落网 记者问神色恍惚地去貌难 你问什么杀人 你有计划信吗 你杀人是心理因素吗 你计划很久了吗 你是因为心理压力太大吗 你是不是有精神疾病 为什么都不说话 画面出现几张无差别杀人事件的简报 和几个犯罪嫌疑人的档案 包括臣民网路的宅男政治财 多重人格的造梦师黄多纳 生计工程师白志凯 接着 画面快速叠上萎缩资料的透明片 和一些文字标题 虚拟比真实更真实 无差别杀人事件 AR游戏造梦 夜晚路边刑案现场 荣格喃喃自语 又有一个无差别杀人事件 搞什么东西 没有动机 没有固定目标 没有杀人背景 这就是这个月第三期 白天 荣格经过老社区 中年的他身材中等 留着烙腮湖 外表沧桑 他进入一家机车修理店 直接走到后面堆满电脑 和杂物的小房间 对着一个流长法 打扮邋遢的年轻骇客喊 喂 骇客笑着回应 我才刚想到你就来了 来得正好 他指着新闻画面 你是不是在查这个啊 什么啦 看他嘴里碎碎念的 是不是就跟这个网站上的 石楼梗一样 上面写 虚假的现实已崩坏 你怎么知道 我现在正在查这个 荣格挤到荧幕前 我看一下 骇客伸手要钱 我都认识多久了 不能看在我就要退休的份上 给我点撒鼻鼠 骇客摇头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聊一下 你上次骇进国安局网站的事情 哦哦哦哦 好了好了 你上次不是叫我追IP吗 嗯 你看 荣格看着萤幕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那个网站啊 搞神秘 搞得跟恐怖组织一样 有一个教义 有一个理想哦 荣格一脸不屑 什么教义 我还理想咧 这个社会最好是还有理想 不不不 这你就不懂了 像我们这样的宅男啊 啊 唾弃现实 网路世界就是理想 虚拟就是真理 荣格举起手做事要揍他 所以我说你看他这个厉害啊 他指着萤幕 你看他这个IP啊 嗯 绕来绕去的 全都指向 他 工程机房里 志凯穿着白衣 面无表情地戴上白手套 护目镜和口罩查看设备 针讯室 荣格对志凯说 以下的证词 我们将全程进行录音 你是否需要律师的陪同 志凯抿着嘴摇了摇头 荣格点头 他翻着资料继续说 法律将保障我们的权益 你可以选择回答或是不回答问题 但是你所有的证词若而不识 都将有刑法为终罪的行则 荣格拿起笔 笔下 我们可以开始了 志凯两眼无神地陈述 他是这么样跟我说的 Dreammaker的广告 摆脱宅男生活 梦就像真的一样 Dreammaker可以打造最完美的问题 广告里的朵拉很妩媚 有她的出现 就好了 志凯微笑着 画面转为慢动作 白天 商业区的人行道上 朵拉一身上班族打扮 白净清秀的朵拉戴着黑框眼镜 穿着林口打了 缎带蝴蝶结的白衬衫 还深色窄裙 脸上的表情严肃 朵拉经过一些定制服饰店的骑楼 镜头特写她的身影 印在路旁商店的橱窗玻璃上 橱窗里 有一个戴着粉红色假发的女性假人 离朵拉十几公尺外的骑楼下 警探荣格正跟在朵拉后面 荣格不时查看周遭环境 她盯着朵拉的身影 隔着一些距离小心地跟着 画面回到正常速度 朵拉独自走进商业大楼的电梯 荣格看了电梯旁边 显示停留楼层的荧幕 转身跑向楼梯间从楼梯上楼 Dreammaker的办公室室内昏暗 朵拉打开门 荣格向朵拉出示警员证 你好 我们最近在查一个案子 方便问你几个问题吗 请说 你们公司是做什么的 荣格打量室内 网购的 网购什么 什么都有 朵拉表情冷漠 公司只有你一个人 整公司在国外 对 台湾代表是我 荣格向内走 不好意思 你不能再进来了 你需要搜索票 荣格和朵拉对峙 慢走 荣格斜眼瞪着朵拉 带着敌意打量朵拉后 转身离开 朵拉斜眼看着荣格离开后 把门关上 他一边松开领口的蝴蝶结 走向屋内 骇客的小房间 骇客戴上了Dreammaker隐形眼睛 对着空气傻笑 他眼前的画面出现武器选单 他伸手在空中抓取武器 突然 荣格凑起他 骇客惊讶地张大嘴 骇客问荣格 你来干嘛 你中邪哦 这个叫做Dreammaker 为你打造一个美好的梦 什么东西啊 这一个是每个宅男的梦想 而且不是要买就可以买得到的 什么叫不是要买就可以买得到的 要像我这样 高级宅男才买得到 荣格翻白眼 高等宅男 随手抓起东西扔他 高等宅男 荣格走到骇客身边 哎 你不是说要帮我弄那个进出网站的交易名单吗 骇客点头 但伸出手向上表示要钱 荣格做事挥拳揍他 骇客缩着头 递出一个随身碟 荣格拿了随身碟离开 写了 我弄这个也是要本钱的好不好 骇客自乎说完叹了口气 画面闪过一张张杀人事件的现场照片 新闻简报 荣格坐在笔电前盯着智凯和朵拉 在圣雅各育幼院的档案资料 哎 荣格看着笔电 回想杀人事件的现场和朵拉走在街上的画面 糟了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关联性 荣格用手指敲着太阳穴 醋眉深思 画面纠叠出现杀人事件的现场 杀人宅男的新闻画面 荣格把智凯和朵拉 以前在育幼院的档案并排 突然荣格坐直上身瞪大眼睛说 事情还没有完 档案是 荣格在架上左翻右掌 他拿出一份盖着结案印章的档案 打开来看 镜头特写档案里面的嫌疑人照片 正是戴着黑框眼镜长相清秀的朵拉 白天 圣雅各育幼院 广场上几个孩子在玩球 荣格拿着资料袋走进育幼院 不时抬头查看这栋成就的建筑 一名女孩走向荣格 叔叔 你是谁啊 叔叔是警察 那你的枪在哪里 你带叔叔去找院长好不好 你找院长有什么事吗 等一下再跟你说 荣格亲切笑着 女孩带她走到院长办公室前 办公室门是开着的 院长就在那边赶快进去吧 荣格靠在门边看着院长 微笑地敲敲墙壁 院长 好久不见了 还记得我吗 院长起身 我怎么会忘记呢 不好意思 太忙了都没有来看你们 还好吗 千万不要那么客气 今天什么事情要来找我 荣格拿出小志凯的照片放在桌上 这个小男孩后来怎么样 白志凯 志凯的房间 成年的志凯翻身下床 在书桌前拆开一个小型包裹 Dreammaker办公室 上班族打扮的朵拉从电脑桌前起身 换步走向高位移造型的机器 育幼院里 院长看着小志凯的照片 转头告诉荣格 他后来都不说话了呀 荣格在拿出朵拉年轻时的照片 那这个呢 认识吗 朵拉 他是他的实习辅导老师 他们坐下来 院长说 这两个人 成长背景非常地像 莫莱呢 后来他帮他做治疗 每天陪他住在一块儿 一起说话 一年多之后 他终于开口了呀 智凯的房间 智凯拿起一个玻璃瓶 目不转睛地看着里面的Dreammaker隐形眼镜 他拿出亮着紫色光圈的隐形眼镜 镜头特鞋 智凯戴上隐形眼镜后的双眼 他的瞳孔亮着粉紫色的光圈 智凯的视野里出现Dreammaker的界面 突然想起朵拉的声音 Hello 欢迎你使用Dreammaker 智凯回应 你好 我是白智凯 不要急 你要先做一些测验哦 声音好好听哦 不用担心 你不必说话 系统说 这是一个独心原体 AR可以和你互动 智凯眼前开始播放说明影片 主角是多拉 只要你戴上Dreammaker的隐形眼镜 你可以搜寻你的梦中情人 或是你心里的偶像 我们呢 还有最专业最专业的BRT心理分析师 还有专属于你的Dreammaker造梦师 从你的记忆找出埋藏在你心里的秘密 到了夜晚 只要你入睡 我们将为你打造最完美最完美的梦境 在梦中不用害怕真实世界里自己长得太平凡 找不到女朋友的种境 摆脱宅男生活 梦就像真的一样 美艳的朵拉微笑着 那我先离开咯 拜 诶 等一下啦 影像消失 智凯的神情从微笑转为失落 白天 智凯穿着休闲格纹衬衫 背着黑色背包离开公寓 他走在路上 眼前看见的画面全都叠上了Dreammaker 像游戏一样的界面 一个美女经过他身边 智凯盯着美女看 美女的身形轮廓发出了淡淡的白光 Dreammaker在美女头上标示了一颗红心 还标示美女的身高 智凯边走边看露出了微笑 人行道上 一对父母弯腰看着推车里的宝宝 智凯看见的画面里 这一家人发出了强烈白光 画面影像开始拧曲 警报声响起 突然插入泛黄的回忆画面 智凯扎着眼睛似乎很不舒服 这时Dreammaker办公室里 上班族打扮的朵拉 坐在电脑桌前 正放大监看智凯受到刺激的画面 朵拉盯着父母和宝宝的画面 看了很久 然后向后坐正 眼球转动似乎在想什么 朵拉站起身 走向办公室里高被移造型的机器 朵拉坐近机器闭上眼睛 办公室里开始闪烁奇幻的亮光 夜晚智凯的房间 智凯躺在床上盖好被子 她进入Dreammaker角色扮演的梦境 一个法式装潢的房间里 朵拉扎了两个辫子 穿着英国风的学生制服 出现在她面前 朵拉俏皮的对智凯微笑 在一张法式沙发旁搔手弄姿 智凯开心的污嘴笑 画面切换 朵拉换上法式女仆装 跪在智凯面前 主人 还有什么需要我为你服务的吗 画面切换 朵拉穿着军装吹哨 智凯皱眉 画面再切换 朵拉打扮成日本格斗游戏的性感角色 不知火舞 她穿着紧身的鲜红色浴衣 露出长腿 捂弄着一把扇子 智凯疲倦地打喝欠 朵拉也趴在沙发上休息 智凯睡着后 沙发上的朵拉起身 她瞥了睡着的智凯一眼 拖着疲惫的脚步离开 白天智凯房间 智凯醒来 她拿起手机查看 皱着梅放回手机 翻身下床 嗯 智凯拖着脚步走向大门 她一开门 容格立刻卡着门口 对她出示警援证 还记得我是谁吗 智凯皱眉上下打量容格 她摇了摇头 我最近在查一个案子 需要你的协助 我 嗯 关我什么事啊 我们最近在查的这个案子 嫌犯几乎都是宅男 智凯想关门 容格用身体挡住 智凯不耐烦地看着容格 请问宅男犯法吗 容格没有回应 只是伸长脖子探看智凯的公寓 在上网吗 你最近有网购什么东西吗 没有 容格一直打量在屋内 你白天都在干嘛 我白天在做工程师 工程师不上网的吗 智凯用力关门 容格还是用身体挡着 我白天在上班 两人在门口僵持地对望 容格垂眼想了想 好了 最近自己小心一点 很多像你这样的宅男都 得了 很高兴看到你现在过得还不错 容格拍智凯肩膀 智凯像被侵犯地避开 容格笑笑收回手 转身下楼 昏黄的回忆画面 郊外 年轻的容格跑向断崖边 对不起 说是我的错 没办法 真的没办法 要不要碰我自己走 断崖边 爸爸搂住小智凯 小智凯双手一推 爸爸独自摔落 小智凯平静的脸上没有表情 年轻的容格冲上前搂住小智凯 昏黄的画面 像放映着老电影一样闪烁不定 A2盗墓事件 A2盗墓事件 白天 公车站 成年的智凯抬头查看告示板上的公车资讯 他穿着休闲衬衫和牛仔裤 坐在公车站的椅子上等车 阳光刺眼地照着智凯 他不时伸手遮挡阳光 一辆崭新的新式公车开了过来 智凯上车 画面变得朦胧 转变成一种泛黄陈旧的色调 公车也变成了80年代的旧型巴士 巴士里 智凯穿着西装 朵拉穿着旗袍 两人并排坐着 朵拉端坐在位子上 像机器人一样微笑看着前方 朵拉开口 今天想去哪儿 智凯看着前方回答 去一个我一直不想回去的地方 什么地方 智凯吸了口气 那里是一切的开始 既然一直不想回去 为什么现在想去呢 智凯转头看向朵拉 从哪里开始 就从哪里结束 结束了吗 还没 所以我想知道为什么 朵拉一直像个机器人一样 目视前方说话 和智凯没有任何眼神或肢体的互动 巴士司机戴着老师的远盆帽 在圣雅各之家的车站停车 智凯转头 身边刚才坐着朵拉的位子 现在是空的 智凯环顾巴士内部 车上没有其他乘客 西装鼻挺的智凯 拿起放在身边空位上的黑色绅士帽戴好 从老式的绿皮公车座椅站起身 旧式的巴士开走了 圣雅各之家的公车站 画面还是照着一层朦胧的效果 成年的智凯站在公车站前 下车后的他 身上穿着现代的休闲衬衫和牛仔裤 背着黑色背包 公车站旁杂草丛生 肚旁的树木枝崖蜿蜒 智凯边走边转头查看周遭景色 智凯走到育幼院的广场 广场上有儿童正在玩耍 智凯看着他们 突然院长室外面出现了年轻的朵拉 站在那里对智凯微笑 年轻的朵拉戴着粗犷眼镜梳着马尾 穿着粉红色的长袖运动衣 打扮朴实 年轻的朵拉又消失了 智凯往前奔跑 一边撕下张网 像是在寻找朵拉 画面转为清晰 智凯的房间 睡梦中的智凯皱起眉头 像在做梦 另一段昏黄的画面 游乐园里 智凯和打扮精致的朵拉 一起看小丑抛球砸耍 他们走上旋转木马游乐设施 智凯跟在朵拉后面笑着问朵拉 你小时候有做过旋转木马 你这不就来了吗 不是 这是在梦里 梦里很好 那你呢 小时候有做过旋转木马吗 忘了 那好像有 很小的时候 智凯和朵拉在旋转木马中穿梭 那你干嘛带我来这里 是你带我来的 明明就是你带我来的 智凯跟在朵拉后面 旋转木马转了一圈 智凯笑着坐在木马上 只见他转头朝四周张望 渐渐没了笑容 朵拉 智凯跨下木马 在旋转木马的设施上来回张望 走啦 走啦 旋转木马又转了一圈 变成小智凯在旋转木马设施上张望 媽 小智凯叫着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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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转木马游乐设施开始变得模糊 画面转变成夜晚的庙会 庙前广场上烟火冲上夜空 八家将正在表演 年纪更小的智凯手里拿着一个人偶娃娃 站在广场上 他的妈妈站在广场另一头 广场满是鞭炮的烟箫 小智凯穿过信徒和表演的神将队伍 小心地走着 镜头特写妈妈弯下腰 用双手环抱小智凯后 妈妈松开手 看了小智凯一眼 静静地转身离开 广场上 金子在空中翻飞 小智凯手里抓着人偶娃娃 看着妈妈离开的方向 智凯的房间 长大后的智凯在床上辗转反侧 他睁开眼 画面又变得模糊 镜头特写一个萎缩资料阅读台 一只手不断抽换台面上的新闻透明片 新闻标题写着 无差别杀人事件 已与AR游戏成定有关 神秘网站煽动虚拟乌托邦主义 虚拟比真实更真实 可依各物网站 贩售宅男美梦 分不清现实与虚拟 AR隐形眼镜 实现宅男梦想 虚拟科技泛滥 操控现实与梦境 报纸里 还出现像母女眼睛的特写照片 和Dreammaker见面的照片 Dreammaker办公室里 朵拉昏睡在机器里 一段像是朵拉梦境的不连续画面 朵拉小时候 没有表情地为姐姐吃东西 小智凯看小朵拉开心地笑 朵拉的姐姐爬上窗台 朵拉脸上画着像母女的浓妆 抱着婴儿痛苦地张嘴呐喊 智凯的梦境 妈妈离开小智凯 爸爸妈妈争吵 你来就不应该生效她的 爸爸推妈妈 你怎么样 你怎么可以说这话 你气息一点 你气息一点 两人打起来 月月月里 朵拉安慰小智凯 不要怕 小智凯低头写笔记不回应 朵拉摸摸小智凯的肩 不要怕 我在这里 朵拉把头靠在小智凯的肩上 画面又回到游乐场 旋转幕马上 小智凯呼喊着朵拉 朵拉 朵拉站在旋转幕马旁 仿佛出现了妈妈的身影 小智凯站在缓缓转斗的旋转幕马设施上 看着站在控制室旁的朵拉 朵拉面无表情地呆站着 似乎没有看见智凯 突然 朵拉的位置换成了妈妈 小智凯紧盯着妈妈或朵拉出现的位置 逆着旋转幕马的方向 往妈妈和朵拉的方向走 却被持续旋转的设施带着后退 越来越远 小智凯脸上露出着急的神情 直到看不见妈妈 小智凯垂下双肩 沮专地骑上一匹木马 一个胖胖的中年男人扮成的小丑出现对她说 小智凯难过垂着头 小智凯小妈妈 画面回到智凯房间 睡梦中的智凯不安地挪动身体 Dreammaker办公室 朵拉臂眼躺在机器里 老式的公车上智凯问穿旗袍的朵拉 那些你都还记得吗 朵拉微微张开双唇 有些失神地望着前方 她眨眨眼回答 这是你的梦 我在你的梦里 智凯坐在车尾看着朵拉 是吗 穿着西装的智凯起身走向朵拉 那为什么是你 为什么那么真实 智凯盯着朵拉 朵拉的睫毛轻轻煽动 你在梦境看到的 是你想看到的自己 朵拉恢复刻意的微笑表情 智凯追问 所以记忆会消失吗 朵拉勾起嘴角笑着回答 人想记得的那些美好回忆 时间久了 渐渐都很遗忘 那些痛苦的 不想记得的 就永远忘不掉了 智凯轻轻笑了笑 她在朵拉附近的公车座椅坐下 从容地理了理服装 你还是一样 这么来讲道理 智凯望着朵拉 朵拉收起笑意 眼神有些迷茫地转头望向窗外 Dreammaker办公室里 朵拉闭眼坐在闪烁着亮光的机器里 像正在做梦微微晃动着头 智凯房间 智凯还在床上睡着 和影片开始相同的画面 小智凯透过窗户向外窥视 智凯房间 智凯紧皱眉头 张子嘴微微摇头像在做噩梦 御幼院里 智凯躲在楼梯上 向下窥视一个中年的男教授 教授抬头看 智凯急忙躲起来 智凯又在一个房间窗户朝外偷看 接着 他尾随一对男女经过走道 智凯眯起眼睛请身向前探看 一个房间里 年轻的朵拉和教授抱在一起亲吻 画面有些幽暗朦胧看不清楚 智凯在外面隔着一段距离偷窥 突然一道亮光闪过 朵拉仰起头 她的脸上出现浓厚的粉底 眼睛周围画着夸张的黑色眼妆 变成像魔女的打扮 魔女朵拉眼神挑衅地看向智凯 房间外 小智凯变成长大的智凯 她迅速蹲下跌在地上 房间门打开 朵拉走出来看着坐在地上 不断写笔记的小智凯 小智凯又变成长大的智凯 穿着条纹衬衫背着背包的她 挣扎着站起来 亮枪跑开 一个阴森的画面 天空乌云密布 雷电交加 郊外一座独栋的老式宅院 看起来像鬼屋 四周都是枯树 一团烟雾里 出现了魔女朵拉 镜头特写她画着放射线条眼妆 圆等的双眼 慢动作画面 相防的走廊 智凯仓皇的奔跑 不时回头瞻望 魔女朵拉 穿着全身脱地的紧身长礼服 圆瞪着眼 从走廊另一端 聪容地朝智凯移动 智凯变成了小智凯 小智凯不断奔跑 不时回头查看 魔女朵拉静静跟随在后 挑高的相防走廊 墙壁残破斑驳 有些甚至透着发霉的黑色 走廊上小智凯身边 突然多了年轻时的朵拉 她拉着朵拉一起奔跑 魔女朵拉 缓步跟在两人身后 她们跑过转角 朵拉差点跌倒 小智凯捉住朵拉的手 牵着她继续往前跑 画面恢复正常速度 长大后的智凯拉着朵拉下楼 朵拉突然站在原地 你干嘛停下来 你走吧 你不属于这里 那你也不属于这里啊 走啦 她们往屋外跑 外面的院子里 到处都是脸色泛白 眼眶又黑的火死人 空中响着齐声的叫喊 世界就是一个完美的犯罪 乡民们站起来 将它终结 朵拉出发 世界就是一个完美的犯罪 乡民们站起来 火死人们追着智凯和朵拉 经过狭窄的通道 魔女朵拉在一团白色烟雾中看着 画面中央出现一个 这涉及瞄准的转型 背景是不断更换的新闻简报 红币圈出新闻标题写着 AR游戏泛滥 遍地烽火 街头游战场 网站散播激进主义 造梦网站涉嫌教唆杀人 宅男臣民成为潜在杀手 宅男街头杀人案 造梦网站疑似涉案等等 DreamMaker的界面和朵拉的力 反复出现在新闻照片中 刑案现场 荣格自言自语 搞得像传染病一样 越来越严重 一个搜证人员回应荣格 传染病 长官 我们回去会做病理测验 病理测验 那你是不是现在 就要拿口罩给我戴啊 还真的咧 荣格等搜证人员 他指着刑案现场的地面 快 检查一下 你说我们要抛弃室的引擎金 会议室 荣格和其他警察开会 荣格不断摇头 白天 荣格站在街头翻看手中的报纸 上班族打扮的朵拉 经过荣格身边 荣格转头 警戒地瞪大眼睛 他迅速收起报纸 跟在朵拉身后 人行道上 穿着黑色封衣的绒格 不时躲进建筑物的角落隐藏 谨慎地跟踪朵拉 镜头很快特写几张报纸的标题 无差别杀人事件 虚拟科技泛滥 操控现实与梦境 郊外像鬼屋的宅院 两眼翻白的活死人翻过围墙 追在智凯和年轻的朵拉后面 困然不怕虚假的现实 不为人不怕 世界就是一个完美的犯罪 乡民们站起来 将它终结 这是吴赛亚最后的审划 这完美的事物世界已经到来 是一个完美的犯罪 乡民们站起来 主将它终结 这是你才有最某的犯罪 让完美的虚拟世界已经到来 慢动作的画面中 智凯牵着朵拉 亮腔地穿过一条在建筑 和长着藤蔓的围墙之间的窄像 大批的活死人从四面八方出现 伸长了手要抓他们 他们跑到一个树林 四周树木的灵异 几乎遮蔽了天空 朵拉不时回头 智凯紧牵着朵拉的手 他们穿过一扇拱门 朵拉放开了智凯的手 智凯回头 一群活死人正越过朵拉奔向智凯 镜头拍着朵拉站在原地看着 他等着前方活死人朝智凯挥动的手 身体慢慢后退 智凯被困在一个角落 几个活死人围住他 不断朝他伸手想抓他 智凯挥动双臂推开那些苍白僵直的手 拼命反抗着 魔女朵拉领着大批活死人 经过围墙边的窄向前行 他的手指轻轻抚过墙上的藤蔓 看起来冷静从容 DreamMaker办公室里 上班族打扮的朵拉正坐在一个荧幕前 追踪DreamMaker使用者 画面显示未知使用者 和不明的网络IP 一个DreamMaker隐形眼镜使用者 看见的街道画面里 重叠浮现DreamMaker界面 转心锁定路旁一名拍照的女性 使用者选择的攻击武器是刀子 梦境的世界里 活死人到处游走 真实的世界流 DreamMaker使用者的攻击准心 落在一面而来的一对情侣身上 慢动作的画面里 街道上的人们低头行走 穿着条纹衬衫 背着背包的智凯也走在街上 画面闪动着亮光 智凯把手伸向自己的后背包 坐在街边看报的容格 瞪大眼睛盯着智凯 只见智凯扭起嘴瞪着前方 她拿下身后的背包 露出凶狠的目光 画面闪过有模拟朵拉脸孔的DreamMaker界面 智凯抽出一把长刀向前挥 容格大吼奔向智凯 智凯眼中的DreamMaker画面闪动着亮光 见爆声响起 红色转心瞄准容格 容格猙獰的扑向灰刀的智凯阻止她 画面暗 A2盗墓事件 小智凯家的卧室 小智凯对抱着人偶娃娃的妈妈说 我们来玩亏类游戏 等一下爸爸回来 她倒吸一口气 不管我多坏 倒笑笑的 小智凯搂住妈妈 妈妈平静地和她靠在一起 不要害怕 厨房 智凯爸爸像喝醉酒 摇摇晃晃地走到桌边倒水 卧室里 妈妈把手里的人偶娃娃交给小智凯后 起身走出卧室 小智凯抱着人偶娃娃 视线紧紧跟随着妈妈 她无意识地抚摸手里的娃娃 缩在房间的角落 妈妈走出房间 关上房门 画面暗 甄讯是智凯的荣格说 我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但是爸爸做声音失败 尤其是想自杀 之后她就开始酗酒 开始打我妈 朦胧的回忆画面 厨房里智凯的父母拉扯着 争吵中爸爸推倒妈妈朝她挥拳 盛牙各育幼院的站牌 一部老式公车靠站 小智凯垂头丧气地下车 妈妈对司机说 司机麻烦等我一下 好 我会等你 妈妈下车牵起小智凯的双手 爸爸住进了疗养院 你等她好了之后 我们会来接你 小智凯不太开心地倔着嘴 她望着妈妈 妈妈说完就转身上车 小智凯有些茫然地站着 公车门在她眼前缓缓合上 公车载着妈妈缓慢开走了 留下小智凯一个人 独自站在郊外荒凉的公车站 甄讯室里容格站起来看教授握手 教授 来 坐 教授留着灰白的烙塞壶 在容格对面坐下 教授 不好意思 还特别麻烦你来一趟 不好意思 那我们开始 好 好 这个 是朵拉平常上班时候的照片 我们几个月前跟踪的时候拍的 照片中朵拉记着短带 那这个是朵拉大学时候的照片 你应该很熟 镜头特写教授的下颚 他吞了口口水 容格挑眉询问地看着他 教授 教授点点头开口 朵拉刚进学校的时候 和一般爱玩的同学不一样 校园里 大学的朵拉戴着粗犷眼镜 边走边看书 他都整天 曾经在心理学的书籍里 男同学叫他 朵拉没反应 心理学有很多不同的理论 但是 他只对佛洛利德的心理分析学派 特别感兴趣 后来 他也开始自己念 当代哲学的批判理论 也都是 Lakam G-Jack 这些 刚开始的时候 他会来找我问问题 我也觉得 他这个学生很特别 研究室 朵拉问教授 佛洛利德的心理分析理论里 潜意识跟欲望的关系是什么 由小胡子的教授回答 关于欲望还有潜意识 佛洛利德他深信 人的意识是由潜意识所主导 而这个潜意识 是平常被压抑 以及在现实生活中 没有办法实现的欲望 还有期待 尤其这个欲望 他宰制了人的思维 还有行为 被压抑的一定就是欲望 没有其他的吗 这个 教授调整措姿 差不多是这样 也就是说相信 人性的本恶 至于善 高尚的精神 那个只是 教授说是人的超我 朵拉点头 那是人长大之后受了教育 才会产生的假象 所以那些冠冕堂皇的 世界多美好的 都是假象 朵拉瞪着眼睛难难自语 只有现实世界才真的是虚假 你看他这里 教授翻开书 他讲到异事的时候 所以免贪不住 蛮多的 了解 朵拉和教授相视而笑 你真的是一个很特殊的学生 朵拉浅笑着 害羞地低头 征讯室里教授说 后来 我和他一起做病例 还有临床 我才发现 原来 他有一段 比病例更为沉痛的童年 回忆画面 小朵拉家的客厅 我班有一个男生 好帅 而且 他好像喜欢我 他都会用眼睛 一直偷看我 小朵拉自顾对姐姐说 可是 我不知道如果有一天 他跟我告白 我该怎么办 瘫痪的姐姐靠着沙发动也不动 我没有办法出去玩 我没有办法出去约会 小朵拉转头 瞪着脖子上 带着紧脱瘫痪的姐姐 镜头特写茶几上 一个不断转动的旋转木马音乐盒 餐桌边 小朵拉用汤匙为姐姐喝粥 姐姐围皱着眉头 缓慢张嘴 妈妈经过 小朵拉开口 妈妈 同学找我 我明天可以跟同学去吃饭吗 不行啊 你要陪着姐姐 明天马上还有事 小朵拉拉下脸 冷冷地瞪姐姐一眼 拿起桌上的粥碗 用汤匙摇起一匙粥 送到姐姐嘴边 真讯事理 朵拉小的时候 就一直在照顾她生命的姐姐 她整个等童年 都被姐姐绑住了 没有青涩的青春旗 不能出去玩 也没有约会的自由 容格边听边做笔记 直到她姐姐二十岁生日的那一天 出事情了 小朵拉家的客厅 餐桌上的蛋糕点着蜡烛 小朵拉和妈妈坐在旁边 面无表情地唱歌 轮椅上的姐姐微笑地轻轻点头 妈妈和小朵拉的视线 不曾看向姐姐 看着妈妈和妹妹 姐姐渐渐没了笑容 妈妈查看手机讯息 小朵拉吹起蜡烛 妹妹 我有色情出去 我去拿刀子切下蛋糕 照顾一下姐姐 好 妈妈说完起身离开 既然你干货 我就拿刀子来帮你切蛋糕 小朵拉离开 客厅中只剩下姐姐表情 落寞地看着蛋糕 小朵拉在厨房的橱柜翻找 客厅里 姐姐不断摇晃着身体 轮椅慢慢弄断 厨房的小朵拉拿出盘子 客厅里姐姐从轮椅摔下来 小朵拉只是往客厅方向看了一眼 继续拿出碗盘 客厅的窗户敞开着 窗外天色已暗 姐姐爬上窗台 小朵拉疑惑朝客厅方向转头 手里慢慢拿出叉子 姐姐从窗户坠楼 客厅里 留下桌上还插着蜡烛的蛋糕和空轮椅 甄讯是李 朵拉一直认为 是她自己把姐姐推下去的 容格回应 警方当时也曾经怀疑过是朵拉推的 但是后来这个怀疑已经解除了 教授深吸口气 不管怎样 这对朵拉来讲 是她一个很大的心结 其实 她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容格皱眉 把手插在胸前听着 我刚开始为她治疗 是希望解开她的心结 我发现 平常的朵拉 算是一个柔顺 认真的学生 但是 她在论文里使用的文字 超过了分饰技术 是异常的狂傲 而且 建议到了一种非常固执的地步 朵拉的房间里 添满许多让人不舒服的图案 她写论文的神情 完全就是另外一个人 到了令人甚畏的程度 朵拉坐在书桌前 她摘下眼镜一边快速打字 一边瞪眼看着荧幕 脸上露出奇怪的笑容 嘴里念念有词地说 对 对 我认为服务医的真实 那时我判断 朵拉应该有多重人格的倾向 容格皱眉 多重人格 你是说有两个不同的朵拉 教授点头 后来我推荐她去圣雅阁之家 做实习心理辅导师 白之凯就是她的第一个病例 圣雅各育幼院的广场 孩子们踢着鸭扁的啤酒罐 院长从办公室走出来 他停下脚步指着地上问 这地上怎么这么多罐子啊 一个孩子回答 不是我丢的 是刚才一位陌生人叔叔带来的 那个叔叔走了吗 嗯 他刚刚带志卡哥哥出去了 哎呦 院长急忙转身 回到院长室打电话 喂 容格兄啊 我是圣雅哥之家 我院长 我们这些小孩子失踪了 海边断言 小志凯和爸爸站在一起 爸爸说 对不起 这些都是我的错 我没办法 真的没办法 容格和院长赶到他们旁边 小志凯被爸爸抓着 要不要跟我一起走 小志凯抗拒地站着 志凯爸爸看了看院长 和伸手制止的容格 只见他用力抱住小志凯 然后就跌下了断言 容格上前抱住小志凯 A2盗墓事件 海边断言 不是我说不出来 不是我说不出来 育幼院的车子 在教室里 年轻的容格走向低头书写的小志凯 容格坐在小志凯身边 开口问他 在写什么 小志凯没有回答 容格伸手抽走笔记本 他盯着小志凯 这解释是什么意思 小志凯拿回笔记本 低头继续书写 容格堆出满脸笑容 可不可以跟叔叔说 这些是什么意思啊 容格看着小志凯 小志凯完全没理他 征讯室里长大的志凯说 其实我有什么症状 其实不重要 有他的出现就好了 志凯露出微笑 育幼院里 二十几岁的朵拉走上楼 她梳着滴滴的马尾 戴着粗犷眼镜 身上穿着粉红色的运动上衣 朵拉走进辅导教室 十几岁的小志凯一个人 坐在教室墙角的地板软垫上 玩组合玩具 身边摆着妈妈给她的人偶娃娃 小志凯低着头 自顾自地组合手中的塑胶玩具 完全没有理会朵拉的出现 朵拉拿着一些书 走到小志凯身边几步远的位置 靠着另一面墙坐了下来 朵拉看着小志凯 过了好一会儿 小志凯才稍微抬起眼皮 偷瞄一眼 朵拉拿起小志凯身边的玩具箱 小志凯放下玩具 拿起一本手掌大的笔记本 开始记录 镜头特写小志凯写下一串数字 3 4 6 7 5 4 3 2 证讯是 志凯对容格说 那时候她是义德教授的学生 偶尔才会来御幼院 每次我跟她一见面 她就会跟我说她的故事 她的童年 还有她的一切 志凯一直微笑着 辅导教室里 小志凯写着笔记 朵拉坐在她身边问 那是什么意思 征讯室里的志凯笑着说 慢慢的 开始讲话了 但是最大讲 辅导教室里 小志凯指着笔记上的数字 这是爸爸 这是妈妈 朵拉扎了扎眼 她自顾开口说 朵拉没有爸爸 朵拉有一个妈妈 还有一个姐姐 小志凯停下笔继续说 爸爸 还买妈妈 回忆画面 妈妈告诉爸爸还有志凯 爸爸摔杯子 我们根本就不应该生下她 辅导教室 朵拉看了看志凯自顾自地说 朵拉很爱姐姐 画面闪过 小朵拉掐住姐姐的脖子 她为姐姐吃粥 脸上却是冷漠的恨意 小志凯回应 全世界 只有朵拉 听着等我的故事 朵拉扎扎眼睛 对志凯微笑 全世界只有志凯 听我说话 谢谢你 谢谢你 小志凯笑了笑 有人打开辅导教室的门 招手示意朵拉出去 等一下就回来了 朵拉摘下眼镜 离开教室 小志凯静静望着关上的门 朵拉的书摆在地上 上面放着她的眼镜 白天 朵拉和小志凯坐在户外的游乐社诗里 她看着小志凯的笔记本 你 小志凯问 看得懂这些内容吗 我看得懂啊 零三四 九二七 我看不懂啊 小志凯笑得很开心 但是我懂你在想什么 朵拉伸手抚摸小志凯的脸颊 小志凯害羞地笑 她拿回自己的笔记本 看着里面的数字 昨天 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自己变成大人 朵拉就在我旁边 像平常一样 小志凯偷瞄朵拉 我们看着彼此 一直到了 然后我就醒了 小志凯吸了吸鼻子 她继续说 如果我比朵拉大十岁 也许我们的感情 就不会被现实隔离了吧 朵拉低头像想着什么 她用手顺了顺自己的头发 小志凯说完抿了抿嘴 朵拉笑着回应 如果你早十年出生 那或许我们就不会遇到彼此啊 朵拉把头轻轻靠在小志凯的胸前 小志凯微笑 从口袋拿出笔和笔记本 镜头拍着她写下新的数字 旁白是小志凯写下数字的翻译内容 如果现实没有办法改变 那我希望 这是一场不会醒的梦 朵拉笑着靠在小志凯尖头看她记录 阳光何许地洒在她们身上 征讯室里 志凯笑着说 她总是跟我说 全世界只有我会听她说话 一直到有一天 辅导教室里 朵拉坐在小志凯身边 教授开门走进教室 朵拉 可以过来一下吗 好 教授走出教室 我出去一下很快就回来了 朵拉睁下眼镜 跟在教授身后走出教室 小志凯拿着笔记本 呆望着敞开的教室门 征讯室里志凯垂着眼帘 我看到她跟教授 教授在一起的时候 那时候 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 那时候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 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 因为朵拉是带我走出来 那个灰暗的人 那时候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 因为朵拉是带我走出来 那个灰暗的人 变了一个人了 小志凯窥视教授和朵拉的互动 不是我认识的朵拉 一个房间里 小志凯躲在窗户边 他隔着窗帘 偷看教授亲密搂着朵拉的肩膀 从窗前经过 证讯室里教授说 其实我不知道 在我身边的 到底是哪一个朵拉 我每一次看到朵拉和小男孩在一起 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个朵拉 和我在一起的 又是另外一个朵拉 御幼院的房间里 教授抱着朵拉 朵拉 那个男孩 你喜欢那个男孩是吧 其实 我也羡慕那个男孩 朵拉没有回应 他脱掉教授的外套 你看他的眼神 很不一样 朵拉搂住教授脖子 这时候小志凯在窗外睁着眼睛偷看 朵拉打开房间门看着小志凯 小志凯跌坐在地上 拿出笔记埋头记录 朵拉不发抑郁 经过小志凯身边离开 正讯事里容格问志凯 朵拉有跟你谈过这件事吗 你有问过他吗 志凯笑着回答 其实 就是 怎么他都知道我有在偷看 但是那个眼神 那个眼神我永远没办法忘记 他好像在跟我讲 叫我睁到眼睛看 这就是大人的世界 但是很奇怪 他隔天又跟我说 户外的旋转椅 朵拉问小志凯 你都看到了吧 他们在旋转椅上面对面坐着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朵拉笑着低下头 我跟你说 人总是有两个世界 现实的 内心的 朵拉伸出手 指着小志凯的胸口 只有内心 才是最真实的 小志凯看着朵拉笑了 他起身走到朵拉身后 弯身开始推着旋转椅 朵拉坐在旋转椅上 他微笑看着小志凯 侧头闭上眼睛 轻腻地依偎在身后小志凯的肩头 证讯是 容格皱眉定着教授 你们那个时候的关系 到底是医病关系 还是师生关系啊 教授抬起头回答 那个时候 朵拉像是我的病患 本来 病患和心理医生之间 就有一种模糊的依赖关系 广且我们还有师徒关系 在那个时候 朵拉和我谈了一场恋爱 后来她怀了我的孩子 幼暗的房间 朵拉问教授 你不爱我了吗 朵拉双手搭上教授的肩 我做错什么 你不爱我了吗 你别这样了 别这样了 教授拿下朵拉的手 我还是会把小孩伸出来 我每天看着她 就好像看着你一样 教授低头避开朵拉的眼神 你不要这样 我做错什么 教授放手 朵拉紧盯着教授 你不爱我了 教授皱眉靠坐在一旁 你不爱我 朵拉突然笑了 我知道答案了 我知道 教授低头不语 朵拉笑着转身离开 教授望着朵拉离开的背影 朵拉家 朵拉在厨房泡奶粉 她侧耳听着 朵拉快步走到婴儿床旁查看 朵拉戴着眼镜 她弯腰轻拍婴儿胸口 怎么了 朵拉把墙堡中的婴儿抱在怀里检查 不久 朵拉的手颤抖着 沾满血迹的纸巾 捏着一颗 从孩子嘴里掏出来的小铃铛 朵拉抱着婴儿 缓缓跪坐在地板上 A2盗墓事件 朵拉家 朵拉在厨房泡奶粉 她侧耳听着 征讯室里教授说 听说 那个孩子也猝死了 教授低下了头 朵拉家 朵拉茫然睁着双眼 不断轻拍怀里已经猝死的婴儿 一个警察蹲在她面前 圣雅各育幼游圆的公车站 小志凯和朵拉并肩坐着 朵拉望着远方 志凯 小志凯看向朵拉 最少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 我们都有一个属于自己小小的世界 因为现实 现实不属 朵拉若有所思的喃喃自语 小志凯无精打采地坐在旁边 朵拉笑了笑 不知道为什么跟你说话 从来没有当你是小孩 小志凯看向朵拉 可能是因为我们有一样的童年 就算你不说话 会不会觉得你听得懂 他们两个人对望 眼神交汇 然后又各自低头沉默地看着地上 我真的很喜欢跟你在一起 朵拉勾起嘴角 微笑地看着小志凯 小志凯垂下眼帘 轻轻把头靠在朵拉肩上 朵拉眼底 似乎泛起勃勃的水光 她几次轻轻开合着嘴 最后迟疑地开口 对不起 我跟她 朵拉停下来 她视线飘忽地转头看着旁边 突然 她的表情改变 她有点不自在地动了动身体 睁大眼睛歪着头说 那个人不是我 那个人可能 被伊德聪动的理论吸引了 害我一体人生之处都没有 小志凯靠着朵拉的肩 表情一直没有变 志凯 小志凯坐正身子看着朵拉 我们有我们的世界 朵拉的眼神点得锐利 但那个世界不在这里 我们都不该在这里 朵拉转头看着小志凯 但是你还年轻 我没办法带你离开 朵拉从小志凯身边站起身 小志凯跟着站起来 朵拉对志凯说 有一天我会再碰面 在另一个重新打造的世界里 小志凯看着朵拉 慢慢眨着眼睛 朵拉抚摸她的脸颊 朵拉笑了笑 这时公车开了过来 朵拉转头看了看公车 又看了看志凯 镜头特写小志凯目不转睛地看着朵拉 朵拉又摸了摸志凯的脸颊 转身上了公车 志凯静静地目送朵拉上车 朵拉在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朵拉在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透过打开的车窗 对志凯微微笑着 公车慢慢理站 朵拉的身影和公车逐渐模糊 真讯是李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了 最后的事情 你们都已经知道了 志凯明紧嘴慢慢低下了头 回忆画面 公车离开了圣雅各站 肖志凯上前追了两步 他慢慢停下 呆站在路边 视线始终迷望着公车离开的方向 真讯是李荣格皱眉 最后你都没有再去找过她 育游院里面的小孩 不是想去哪就可以去的 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努力地念书 数学 物理 电子 只要跟数字有关的 工程机房里 志凯穿着白袍工作 就是为了要离开那个地方 为了要去找她 志凯的房间 他看着笔电荧幕的影像 果然她在等我 志凯仔细盯着电脑荧幕上闪烁的不稳定讯号 上面是魔女朵拉大小的模样 征讯时 荣格把列印着网站画面的资料递给教授 你看看这些网站 你觉得跟朵拉有关系吗 教授接过资料 全黑的网站入口画着一双肃杀的眼睛 以及血红的文字说明 教授放下资料 点点头 这些网站学生给我看过 当时我就怀疑 这会不会是朵拉 Dream Maker办公室 朵拉看着电脑里的魔女朵拉 的确 这是她会使用的字句 也像是她发展出来的思想 魔女朵拉对朵拉说 这些人没救了 毫无被救赎的机会 我给你一个完美的梦境 你就要去盗取别人的梦 要加速世界的崩坏 朵拉愣愣地看着魔女 梦境组合而成的虚拟世界 就像一个大穴窩一般 不同梦境的交织 将要成为一个巨大的集体妄想 魔女的身影取代了朵拉 这是尼赛亚最后的审判 一个完美的虚拟世界 一个完美的老虚拟世界 已经到了完美的虚拟世界 希望有名的故事 已经到了 已经到了 3猫拟世 朵拉独自摊坐在一幕前 他的双眼无神 嘴里ни喃着魔女朵拉的口号 政讯事例 鎔格紧钉着教授的脸 那你觉得跟你在一起的 到底是哪一个 ×g L disk 自嘲般地摇头笑了笑 这个问题 你应该去问一下朵拉 到底跟我在一起的 是哪一个朵拉 荣格的眼神闪烁 他呼出一口气 这个 可能暂时没有办法 因为那台机器出了问题 朵拉被整定成为植物人 教授失神地盯着荣格很久 最后轻轻点头 叹了口气 荣格和几个警察 进入Dreammaker办公室 上班族打扮的朵拉 摊坐在一个造型 像高被移的机器里 荣格叫她 朵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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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朵拉没有反应 朵拉 医护人 打拦架 监视人员进门搜证 朵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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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朵拉继续蹲在朵拉身边 他伸手去探朵拉的鼻息 朵拉动也不动 两名医护人员弯腰检查朵拉 屋里亮起苏正拍照的闪光灯 慢动作的画面里 镜头特写单架上的朵拉 他戴着黑框眼镜 穿着领口打了断带 蝴蝶结的白衬衫 脸上神情像睡着一样安详 真讯事例 荣格放下笔 好 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 他是朵拉的 智凯平静地看着荣格 这个我没有办法回答你 这是我的内心世界 智凯微微地笑了 白天 智凯乘坐电幅梯 向上到地面层 阳光穿透玻璃帷幕 侧眼的光线 让智凯眯起了眼睛 他穿着休闲衬衫 背着后背包 手扶梯抵达地面 他迈步走向商业闹区 慢动作的画面 商业闹区街道上人来人往 智凯身边经过一个 拿着相机的女子 和一对情侣 他的背包拉链缝隙中 突出一把黑色的刀柄 荣格坐在几公尺外 一张路边的长椅上 把脸藏在报纸后面 智凯一边走 一边伸手向后摸索着 自己的后背包 他拿下后背包 从里面抽出一把 有成人上帝那么长的长刀 在路边看爆掩护的荣格 瞪大眼睛 他大吼一声 起身冲向智凯 智凯鸣紧了嘴 发狠地冲向前用力挥刀 荣格一把拦住他挥刀的手 智凯高举手里的刀看着前方 他转头看向阻挡他的荣格 画面上泛起一层梦幻的彩色光影 年轻时的朵拉站在智凯面前 我一直在找你 其实我都知道 一个在网络上 造梦的人就是你 朵拉专注的凝视智凯的眼睛 对不起 其实我一直都在 突然 智凯变成小时候的智凯 低头站在朵拉面前 朵拉缓慢轻柔地抚摸小智凯的后颈 小智凯小心翼翼地抬眼盯着朵拉 朵拉对智凯说 梦境就是为我们可以在一起 所以我来找你了 朵拉深情地望着智凯 他笑了笑 轻轻靠上智凯的肩膀 深情却带着淡淡的忧伤 智凯表情柔和地微笑着 你走吧 智凯愣了一下 笑容从他脸上消失了 靠在智凯肩上的朵拉 眼里蓄满泪水 他抬头看着智凯 当梦中来找我 梦 才是永远 朵拉摸着智凯的脸庞 含泪对智凯露出微笑 他用力推开智凯 特效的画面泛着朦胧的光晕 日光何许地在树梢间闪耀 朵拉站在原地静静微笑 梦幻的彩色光影闪过 镜头特写智凯松开 手中的长刀 像浑身虚脱地跌坐在地上 容阁扶着智凯的手臂 智凯眯着眼睛 神情恍惚地摇晃着上身 慢慢地 他重新睁开双眼 他面前的容阁表情紧绷 一脸关切地瞪着他 画面渐渐模糊 白天 荣哥走进黄检察官办公室 这案子怎么签 黄检笑荣哥 明天就要退休了 你管这么多 荣哥回答 时间过得很快 我都还没想好我退休之后要干嘛 你来 你退休之后要干嘛 还早吧 黄检看着贴了智凯照片的档案 还有什么案子你没有了解吗 智凯的档案盖上了结案章 是 我最后还是给你留下了一个不解的案子 还有呢 黄检在朵拉的档案签下歌制的英文 荣哥低头翻着档案说 其实 这些都不是案子 这些 是一个又一个的人生 我人生大部分是无解 对吗 两人四目相对 黄检点头 说得也是 好了 先恭喜你 退休了 好好去陪回家了 荣哥看着黄检 欲言又止地叹了口气 走吧 荣哥离开 海边 智凯和朵拉坐在堤防上望着大海 朵拉问智凯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吗 御幼院的辅导教室 朵拉陪小智凯坐在角落 朵拉看书 小智凯手里捧着笔记本 小智凯微笑地偷瞄着朵拉 海提边 智凯有些害羞地点头 记得啊 那个时候我都不讲话 回忆的画面 欲言又远户外 小智凯从朵拉身后推着旋转椅 朵拉把头依偎在小智凯的肩上 海提边 朵拉看着智凯笑着说 对啊 看我好累 另一个回忆画面 朵拉和小智凯坐在游乐器材上 小智凯告白完 朵拉把头轻轻靠在小智凯肩头 看着小智凯写笔记的模样 画面回到海边 长发的朵拉画着淡妆 没有戴眼镜的脸上 一双大眼睛凝望着智凯 因为我想听你讲 智凯深情看着朵拉 眼神一刻都不曾移开 朵拉甜甜地笑着 其实也没有什么大道理 像这样靠着也不错 海提上 朵拉挽着智凯的手臂 亲密地靠在她肩上 回忆画面 圣雅各公车站 朵拉离开前 小智凯把头靠在朵拉肩膀 画面再度转换 一个光线昏暗的房间 戴着老花眼镜的智凯 用手撑着头打瞌睡 镜头特写床头摆着一只黑框眼镜 床上 朵拉静静地睡着 智凯陪在床边露出微笑 画面渐渐渐 80年代的巴士上 妆容典雅 身穿绣花旗袍的朵拉 端坐在座位上 她转头轻扎着眼 露出微笑 智凯穿着西装 打着暗红色的领带 走到朵拉身边坐下 她从容地戴上绅士帽 神情自在 她在朵拉身旁的座位坐好 转头和朵拉四目相接 两人深情地凝望 老巴士里的光线昏暗 像黄昏时夕阳的光 朵拉和智凯对望的眼底 竟是温柔 脸上洋溢着深情 且知足地微笑 她们久久地凝视彼此 仿佛世界里只有对方 这是我的内心世界 本片口述影像版 由口述影像发展协会指导 人我之间有限公司制作 主要演员 朵拉 姚一提 白智凯 郑仁硕 警探荣格 徐浩翔 教授依德 鲁文学 小智凯 江点 小朵拉 陈炳轩 主要工作人员 监制 于备华 督导 林彦辉 制作协调 朱慕荣 制作人 丁维杰 黄怡婷 导演 陈伟 原著 李湘瑩 原创剧本 黄艳文 白志伟 改编剧本 陈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